大家好,又是我啦 今天就要試吃櫻花味的東西 到二月尾,日本已經陸續推出不同的櫻花產品 櫻花,我習慣 這個Daiso買呢 要認證一下 媽媽,不要罵我 6元而已 今天就買了Starbucks的櫻花Rappuccino 還有麥當勞的櫻花蜜雪峰 看看哪個比較好吃 我買的時候就發現了櫻花包裝的Juric布丁 還有麥當勞的另外一隻期間限定的大學微薯條 肥妹心態當然想吃光 所以我就真的想吃光 我都知道,很肥的 咖啡和雪糕的共通點 第一,是冷 第二,是櫻花味 為什麼外觀都沒得比較呢? Crabuccino的Cream 已經由二樓那麼高下陷到B1 本來一台的蜜船風已經融了變了蜜船風汁 所以這次比較也是比較的味道 為什麼我買完馬上吃,要拿回來宿舍呢? 特別不是因為燈光拍到我三七面比較瘦 拍到我這裡是有下巴 下巴 純粹是因為日本人是全地球最有禮貌的物種 我不好意思拿麥當勞的東西去Starbucks 或者拿Starbucks的東西去麥當勞 不過不要緊 我今天就是試吃的味道 好,我們開始 這個很好玩 櫻花Fabuccino 看到它在上面 是灑了一些櫻花的巧克力片 還有一些脆的 黃色的粒粒的 下面就是咖啡 這是什麼? 很甜 不要說它有沒有咖啡味 但那種甜我受不了 那種甜有點像那些 大陸山仔的巧克力的甜 我不知道你明白嗎? 櫻花包裝的 朱古力pudding 我好緊張 好了 看上去就是這樣的 這個很好吃 那個甜度剛剛好 不會說很甜 又不會說沒有味 真朱古力味 很好吃 原本大推那種 這個可以 慢慢吃 櫻花美麥旋風 已經融融了 其實我不是應該要 冰它嗎? 那個櫻花味 很難入口 不會說甜到你 糖 吃普通麥旋風味 你當八成 然後有一點櫻花味 大學味薯條 月中已經出了這個 大學味 我也不知道大學味是什麼味 一條一條一條 我還不知道什麼味 糟了 你看到它上面呢 嗨 總之這個醬是甜的 還有上面是有些黑芝麻的 我覺得這真的是 挺好吃的 甜甜的這個 加薯條的 鹹 減肥 不減肥了 麥當勞的大學味 就是蜂蜜加核芝麻 東京大學很受歡迎 所以這個就叫做大學戶 你大學生的回憶 如果你來旅行 四個期間限定的食物 只可以選一樣的話 個人覺得 麥當勞的櫻花美麥旋風 是最值得吃的 麥當勞完成 完成 首先先說 Starbucks 就是 那些人造甜味 搶了所有咖啡味 變成 喝咖啡不像喝咖啡 我一會兒拿出去 看看有沒有空間 喝 第二 就是 豬肉布甸 是好吃的 但它也是豬肉布甸 第三 就是薯條的大學味 那個好吃 不過如果想省錢的話 可以自備一包黑芝麻 再買 一個小小的 麥樂雞雀 其實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食物大戰 因為今天是3月1 所以是麥當勞第一天推櫃花美麥旋風書 超級心急想馬上吃 很闖絕地拍 很多東西還未準備好 還有說話是1999 所以大家就不要介意了 我們下一次是 希望香港還有下巴 可能有多一個 我叫雙下巴 好多東西吃 一半 我現在去健身 拜拜 現在是可以自由神像的 拿著去等巴士 我這次是冒著一個 會被媽媽說我胡亂花錢 買垃圾回去吃的危險 去試吃 還有去拍這條片 大家如果喜歡 或者是喜歡 你都like 還有subscribe我 好多謝大家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